委員您昨天有想到是說 要為黨想一想 您覺得是不是有其他的考驗 許議員提出來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 新的議員還沒有上任 這時候黨又在補選立委的選戰 我覺得大家把力氣放在王輝的選戰 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我為黨想的很少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說真的 認識我的媒體朋友都知道 我從早上開始一路工作到凌晨兩三點 我常常都還在傳訊息 還在抓側翼 還在抓網軍 那這就是我自己個人 我覺得我為黨所盡的力 那或許 費委員覺得我這樣做的還不夠 那我一定會再更盡力 或許從凌晨三點延長到凌晨五點 再犧牲一下我的睡眠時間 再多去為黨做一些奮鬥 希望這樣能夠讓委員滿意 委員您昨天有想到去說 要為黨想一想 您是不是有其他的考驗 我的意思是我們在蔣灣的這一席立委 黨一直找人幫忙來參與這個選戰 因為台北市八席立委 蔣灣這一席被民進黨拿掉 我們只是三席就變成少數 所以黨在拜託我們的選將去那邊選一波好幾折了 最後黃鴻薇真的我們很佩服他的勇氣 願意接受罵免為黨來爭戰 我們真的於心不忍 那昨天徐議員提出來這個事情 我覺得他新的議員還沒有上任 這時候黨又在補選立委的選戰 我覺得大家把力氣放在黃鴻薇的選戰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至於個人他有什麼人生規劃 有什麼意見 我想我們都尊重 大家就按照黨的制度一步一步來 還有此刻 我們今天是來關心 生臟者的權益 好不好 其他的事情 我想我也不想多多回應 畢竟徐曉星也是我們黨內的同志 我對黨內的同志 我從來不會講一些什麼話 好不好 謝謝大家 我為黨想的很少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說真的 我這幾年來 然後不管是在網路上面 在社群上面 跟特異作戰跟民進黨作戰 接受幾乎是民進黨宣黨 打議員這樣子的一個壓力 我從來沒有喊過累 從來沒有喊過同我都是 對永作戰 認識我的媒體朋友都知道 我從早上開始一路工作到凌晨兩三點 我常常都還在傳訊息 還在抓特異 還在抓網軍 那這就是我自己個人 我覺得我為黨所盡的力 那或許 菲委員覺得我這樣做的還不夠 那我一定會再更盡力 或許從凌晨三點 延長到凌晨五點 再犧牲一下我的睡眠時間 再多去為黨做一些奮鬥 希望這樣能夠讓委員滿意 但菲鴻太師說 現在大家好像都比較在聚焦 在立委補選 應該全黨都來先顧好立委補選 不應該先討論其他事 不衝突吧 因為我一定也是會完全 全力的幫王洪威選他的補選啊 我應該是在所有人裡面 第一個跳出來力挺王洪威的 我那個時候甚至人在羅馬 那是羅馬的凌晨三點鐘之類的齁 就是因為我們有時差七個小時嘛 所以我在羅馬的時候 為了要挺王洪威出來選 然後我還設定了鬧鐘是在凌晨 然後把我的文章寫好準備好 然後幫他把所有的論述都準備好 就是希望在第一時間可以表達 我對他的力挺 避免又會有民進黨的人拿我們兩個的關心 見縫插針 那我甚至也向他為過去的事情道歉 就是希望這樣子的和解可以幫助他 在選舉的過程當中更大的勝利 那就像也有地方人士就告訴我說 他們可能過去也跟王議員有一些嫌隙 那他覺得如果巧幸都可以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團結在一起的話 那我們也一定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覺得這樣做應該是對整體的 國民黨的團結 還有對王洪威議員都在選舉方面都有加分嘛 那我在國外的時候 有看到他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也說 他確實有傳訊息跟我說 不好意思犧牲到我的假期 我回答他說 完全沒有關係 你只要吩咐我做任何事情 我跟我全部的辦公室的人 我們都使命必達 不管是要站入口 掃市場或做任何事 只要能夠幫到你 我一定百分之百會幫忙 我甚至在朱學恒的直播的時候 我們還call out給他 線上觀眾有一萬多人 就讓他能夠跟線上的網友 把握一點點的時間對話 就是希望替他爭取更多的選票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衝突的事情 我個人未來的規劃 跟我們全部全力幫王洪威 我覺得兩件事情不可能只選一件事做吧 一個人的人生沒有這麼的單一 我們可以做兩件事情 三件事情 四件事情 五件事情都可以全力以赴 所以絕對不會有說 我只顧我自己 然後沒有幫王洪威這樣子的情況 我相信這個不是事實 而且所有的網友 所有的民眾 在這一陣子以來 應該也都可以體會到 就不管是從第一開始的 我聲援王洪威 後面的講 吳怡農跟黃成國之間的問題 還有當謝忻妮去 去誤賴了王洪威 他自導自演的時候 我也是第一個出來 來直接到謝忻妮的頁面去單挑跟打臉他的 這一切都是希望能夠幫王洪威 然後他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時候 能夠為他挺身而出 所以我絕對是全心全意來支持王洪威的補選 我只不過是剛好被主持人問到了我未來生涯規劃的問題 那我不想要給白 所以我會就是會 不會就是不會 那我就照實的回答了一個問題 就這樣而已